对于这名主持人董心,想必大家都不会梦生了,他是邀式的主持人,同时还被称为邀世音姐,他主持节目的能力,可以说是无人能比的,甚至可以说,只要他老台上一招,就能给大家带了一种满满的正能量。 他的出场方式,永远都是面貌笑容,而且是那种可以感染人的笑容,所以对于董心,大家也是有说不完的喜欢,自从董心进入了邀式工作,每年春晚的舞台上都少不了他的声音,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知识温柏,把读监书,对于古道的那种人学,似乎他全都懂,所以也不会是邀式音姐,在主持节, 他一直都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,这样对他可以说是很成功的,但是对于他自己的生活,大家一点都不了解,有一段时间,董心在课上看小三的骂名,这也是让大家很意外,也一直不用相信,而后来才得知,他要的老公是有过一段婚姻,所以被人说是小三,其实,董心是在他们离婚之后才在一起的, 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,董心离开了公室,就是因为去生孩子了,不过他也是在退休了之后,才在努力节目上说出自己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,居然都当妈妈了,那大家肯定是对孩子的父亲非常的好奇,不过董心对于孩子的生父也没有遇满了, 而且让侧想到孩子,他就会忍不住有眼泪,可见他也是承受了很多心酸,而他的老公,就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密春楼,密春楼已经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了,但是董心依旧是那么努力,辛苦地在站在舞台上主持节目,管有,为何还那么拼,可见越威势的人真的是越努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